大家好,我們是第一組 我是雲安 我是紫欣 紫欣,你知道 西愛魔法神話中最漂亮的女神是誰嗎? 當然是維娜絲囉 那你知道維娜絲是代表什麼行星嗎? 就是我們今天要報告的 驚星 好,我們今天要介紹基本資料 還有驚星的溫室像愛影驚星的探測段落 還有靈日跟他的神話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基本資料 那大家先猜猜看喔 我們這顆驚星是什麼呢? 哪一顆呢? 哪一顆 水星 水星 哪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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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就是驚星 大家都會以為這個水星就是驚星 因為它的顏色很相近 那我們這個是它的剖面圖 而每一顆行星它的核心都是油壓縮的 它就會變得很像一顆小小的太陽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岩石啊 裡面的石頭 然後這有點像我們的那個泥土地板 那大氣層就是包覆著整個這個 星球的棉被這樣 一個驚星年就是224個地球日 因為你看到這個驚星它離這個太陽比較近 所以它繞得就是像是我們跑超長 就是跑內圈就跑比較快嗎? 所以它的這個天水比較少一點 就是像這樣 地球就繞比較外圈 然後驚星那種繞比較內圈 那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這個地球直徑約這個12000多 742公里 那這個驚星它直徑大約是12104公里 所以它們的直徑量相似 所以我們大家都稱為它是修帝行星 那它的地表都是由火山岩基覆蓋的 所以它的附圖讓與地球形成成對比 就是地球很多都是沒有火山之類的 那它的亮度僅是於月球 所以它是天上第二亮的行星喔 那表面它是玄武岩 啊這個是由那個麥什麼的 一個一個人拍的 驚星的雲也像地球上面的一樣 它也是會下閃電啊 也是會下雨的 可是因為驚星它太熱了 所以就是那個雨滴掉到這個地表前 它就已經蒸發掉了 那驚星它以前有生命嗎? 這個圖是NASA的想像 這個是以前很久以前的驚星 他們認為它以前跟地球一樣 是有水和神秘的 但是它現在因為這個水蒸發了 所以它會變成像這樣 它就是因為有溫室效應 所以水才會蒸發 那接下來為什麼會有溫室效應呢? 因為你看這個驚星它的溫度有470度 那個非常熱 那為什麼會這麼熱呢? 因為你看96%的這個二氧化碳 就會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 因為這個二氧化碳呢 它這個飄到這個大氣層裡面 那個二氧化碳在大氣層裡面的話 它就會防止 就會不讓這個熱氣散發出去 所以它熱氣就會留在驚星內部 就會變成這個溫室效應 它這張圖就是一個地球它的 就是這個全球暖化的體驗 它就是二氧化碳 就沒辦法讓它散出去 所以還會散發叫了手的熱氣 大家都認為喔 水星它是這個全太陽系裡面最熱的行星 但是它並不是最熱的行星喔 它不是最熱的行星 金星才是最熱的 好現在我們來說金星的探測任務 這是金星一號 金星一號和二號 它只是飛過去而已 它沒有要進去它的軌道 金星三號到六號 三號而墜毀了 四號它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被撤毀 金星五號和六號都已經成功了 金星七號它的那個降落傘 降落傘它今天地表的時候 壞掉失靈了 可是它很幸運 幸存的活下來了 金星八號科技比較先進 它那個已經 已經有新的一套儀器了 金星九號到十二號它更厲害 它那個儀器已經設計完全改進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這個 每八年兩次的臨日 這個臨日就像是這樣子喔 你看這個是這個金星 然後它會像這樣子到這個 這個太陽的表面就會像是 一顆圓圓的 一顆圓圓的球 漂著這個地球的表面 它就是這個C圖 這個太陽在這邊 然後地球在這邊 那金星從中間繞過去 它這裡就會印著一個黑黑的椅子 那金星的神話有兩位 第一位是維納絲 第二位是太白金星 維納絲它是金星 它金星它是唯一一個 以女性的那個神秘名的行星 這是維納絲 這是我們女生廁所的那個標誌 因為只有一個女生 所以廁所標誌只有五個 這是它的鏡子 它是愛神也是寒海的女生 金星的神話在希臘羅馬那邊有 中國這邊也有 太白金星它就是中國的代表 金星的神 它是白髮 因為吃香的老公 李白他媽媽就是因為夢見了 太白金星 然後他就把李白勝出來了 所以他就 李白他就跟著李白字是太白 好謝謝大家 好時間控制六分整